《极限挑战》第四季不如以前好看!其实根本原因在这里。 我们在《极限挑战》第四季的海报上,看到了《奋斗》两个字。 看到节目首播的片头CG后才明白,这并不是这一期的主题,而是整一季的主题。 为了顺利播出,第一期的主题和青年节有关。 甚至,节目在开头增加了一段字幕,仅以此片献给五四青年节。 有人把这种宏大主题的植入,理解为极限挑战第四季的求生欲。 其实换个角度,倒不如说是主旋律对综艺节目的有效改造。 其实《奔跑吧兄弟》播了之后,就有主管部门一直在思考如何成功改造这个节目。 于是从第四季《奔跑吧兄弟》开始,节目就有明显的本土化环节,例如设计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,或者是以怀旧为主线。 而当时被娱乐化主导的极限挑战则并没有赶上这一波浪潮,它仍然沉浸在韩国模式的借鉴开发中,好看好玩,却一定程度偏离了主旋律,导致节目在上一季播出期间,遭遇停播的尴尬境地。 第三季第九期,《极限挑战3》播出了包括内奸在内的剧情玩法,第十期《极限挑战3》无预兆遭遇停播。 而且一停就是两个礼拜。经过第三季的折腾,极限挑战很久都没有挑战极限了。 在那前后,真人秀的政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,整个卫视频道也有新的目标指向。 2017年8月,一份通知指出,要继续加强对真人秀、综艺节目的管理调控,坚决抵制追星炒星,总局鼓励制作播出星速结合的综艺娱乐和真人秀节目,总局倡导鼓励制作播出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自主原创节目。 2018年4月,又提出今后广播电视节目必须继续遵循小成本、大情怀、正能量的自主创新原则,不讲排场、逼阔气、拼明星、不沉迷于个人主义的潜盈。 这一系列提法,被业内简称为小正大,为当下包括真人秀在内的电视节目制作,又指明了新的方向。 第四季,极限挑战彻头彻为改变了。 而作为主题奋斗的第一篇章,极限六人帮就设计成回到1978年,中国改革开放之初,重新体验青年时代的奋斗岁月。 除了在主题上的变迁,极限挑战还明确加入了星宿结合尝试,方法就是设立极限观众智囊团。 也就是图片里这一拨衣服上写着粉的人。 它们的作用是,代替总导演提问和设计情节,并且推动剧情进行。 在正片中,这一拨智囊团被置身在一个抠像的环境中发布任务,是不是非常眼熟? 没错,全员加速中也有类似的上帝视角的角色设定,而这也正是那部真人秀宝受争议的部分。 这样的环节放在极限挑战这里,可以说完全没有挑战极限了。 不仅有些画舌天足,而且呈现的画面还有低连成本的质感。 你看,人脸部的抠像都不精细,连头发丝都有半透明的情况。 此外,它们的功能也显得鸡肋。 因为按照录制和播出流程,极限智囊团和真人秀剧情设计之间,其实是有逻辑问题的。 智囊团是怎么知道真人秀的任务进程的? 它们和看你往哪跑一样,是有一个真人秀的直播的观察窗口吗? 还是真人秀录制完成后,由它们代替总导演的发号施令,靠演技重新演了一次。 梅玩君试图从写错名字寄不了信这样尴尬的对话中找到答案,但似乎都没有答案。 但它的确是一个影响观众思考的逻辑硬伤。 在它的开放式模式中,无论是星宿身份互换还是职业体验,本来就有用不完的星宿玩法。 而在极限4第一期中,我们看到了比较勉强的后期添加。 所以,以极限挑战4为代表的真人秀节目们,包括不高能无少年的高能少年团,不仅不能再再违规的边缘试探,而且都面临两大改造任务,一是主题优先,二是星宿结合。 任何一个处理不好,都会失去它原来的味道。 但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真人秀的艰难期,艰难在观众在审美疲劳中天然追求标新利益,艰难在要让每一期娱乐信息产生社会公共价值共鸣。 这都太难了。 但真人秀的创作者们,一直在努力。 极限挑战也不是做不到,第三季节目中的时光桥,就是最好的案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